平均身高190公分 外線發手 進 走進三分球的是慕琳悠 這邊日本隊拿到球 Orens傳出來 黑川 倒傳到外圍 外線再來一顆 泰卡洛 殺進去人群當中 給到咻 兩分擺進 都比較偏在三分線做出手 找不到一個好的切留機會點 是 不得了防守繞出來了 給到外圍 何喬登 外線 來了 何喬登這種射手 只要他進了一顆 日本隊的球 被抄走 Rabenna抄截 Rabenna給球的時候被點掉 以望 拿到球 勾射 最一上來馬上有貢獻 地的狀態下 又沒有二波籃板 就打得比較辛苦 打不太進去 這球切到籃下 有了 路邊連鷹兩分擺進 日本要多做這樣的 富林優籃板轉換過來 佐藤良辰替補上陣 外線出手 漂亮啊 佐藤人界 蘇柏人界 日本 他們今天外線還算蠻準的 對 對 麥卡洛 又是進攻籃框 跑到那個位置 給麥卡洛 你的防守 他的身材是非常的厚實 我球被撈走了 佐藤良辰 給他旁邊 穆林優 晃過對手 三打一的機會 日本隊把握 日本 日本 可以運用速度的優勢 麥卡洛 殺進去 後仰出手 我依然拿分 蘇柏人界 橫一步之後 外線 再來一個三分 漂亮啊 這球 漂亮的 做一個換組的 他們從賽前樂生 就非常的積極 那 對於比賽的準備 都做得很好 哇 哇 李瓦這球 打到了對方頭上 直接打到臉 比方內線的麥卡洛 往裡面扛了 殺進去 哇 身體素質 比對方好 傳出來 外線 天吊 哇 左伯冷界 這一球 最後是把他拋進去了 對他相當的機 平方總 回給阿巴利彥托斯 勾到裡面 哇 齁齁齁 阿雷姆 相當漂亮 而且他非常難傳這樣的球 嗨 回出來 中距離跳投得手 是背號10號的心井 六分領先 相信現場的菲律賓球員 也是看得很開心 是 鎖柏仁劍 這個地板球 再還出來 長谷川外線 智 又是一個敵 好 對 所以來參加 熊斯杯的球員 不管各隊 多多多是在 還沒打出你的 阿巴利彥托斯給球 找到菲奈爾 再往裡面殺 上籃得手 30比6 所以可能 目前菲律賓也還沒完全用力 是 鎖 殺進去 上籃得手 競算 M1 沒有投進 經過籃板 又是日本隊拿到 小哲再來一次 去 三分球 小哲被右擺的是 是日本隊的一個定點射手 14分差的比賽 巴利彥托斯加速 給到右色的隊友 Keyonso 競算 這個球 可以看你比你都啟動的 太輕鬆了 哇 麥卡洛直接抄截 漂亮跟Ravena 雙人配合 空中接力 這個防守沒投進 二波的籃板 你沒辦法保護住 就真的越打越辛苦 Keyonso 往裡面殺了 抛頭得分 左騰 中距離的跳投進 好球喔 現在時間其實都還 一分是有機會的 50比30 46分差 Keyonso 給到裡面 麥卡洛 出來 Sato 給到左側 再回 穆林優 撒到籃框底下 拋頭 得手 穆林優 外線出手沒有 何喬登籃板 直接 給到前面 Keyonso 勾給了麥卡洛 雙手扣籃得分 Keyonso被敲走了 Lorence拿到球 轉換過來給到右邊 黑川 外線發射 3分球 這已經是日本一定要把握住的機會 給到一招防守 麥卡洛 和喬登 這個第一位的當 走球 麥卡洛找到你的防守 輕鬆的助攻 麥卡洛 再退出來 運球之後 外線直接拔起來 出手得分 終於進了 Lorence好不容易投進 第一個Fuco 然後 Ravena 切入上籃得手 16分領先 應該是讓很多在場的菲律賓球迷感到開心 麥卡洛 上籃得手跟Faner的一個配合 球差一點掉 進攻前剩5秒 給到Faner 在底角的3分 沒進 果然是活生生的被 麥卡洛被發走 62比46 Sakai 來 競算 N1 三分打的機會 三分打的機會 簡單的防守 Manner 中路突破 後仰跳投 沒進 麥卡洛進攻籃板 打得強勢出手沒進 籃下很緊 他硬打進去 競算N1 Faner 轉換過來 果博給到Sato 再給到果博 上籃得分 Doris籃板 日本要把握抓到防守籃板的轉換的機會 去做快速的出手 好球像這一球 麥卡洛 殺進去 左手的拋頭得分 對 他這球相當有經驗 因為他在 菲律賓現在麥卡洛下場休息 他們的身高 現在平均資格下降 Lorence投進了三分球 今天第二顆 相當積極 博在今天的比賽都非常積極的 對球去做增強 打法很有拼勁 Lorence殺進去 上籃得手 高難度得分 超漂亮的這一球 切入的 對追分的球隊來講 沒有把握出這些 最近的機會 反過來 阿巴黎恩特斯 拋頭得分 對 瑞利賓現在也是擺上雙控 小燈 給到外圍的Rabena 無盡了 Rabena的相當的穩健 隊友想補也沒補進 是 菲律賓在這幾波攻擊 換上了幾名 比較有經驗的球員 好球 Rabena給到後面的 Livan 牙持續鎖定回來電視網轉 Lorence傳出來 小澤的外線 進 好球 入川筆圓 給到鎖成兩層 小澤外線 進 連來兩顆三分 對 他真的可惜 沒有辦法連續三顆 蠻大利利 轉換過來快速的代球 喔 高難度的出手得分 吃掉Lorence 對 Lorence的基本動作真的 非常的好 扎實 佐藤良辰三分球投進 繞到籃下 Sean True 上籃得手 佐藤良辰 給到中間的小澤外線 第四個了 小澤沒優 然後佐藤良辰 再交 小澤飛 哇 再來一顆 第五顆三分球了 我的天啊